正所謂 面面頭上飛花 山醉鳥無牽掛 2024年的春運期間 根據廣州市氣象部門的資料 預測說 會有四輪冷空氣 即是去到邊動到邊 主要是2月3日至2月6日 就是強冷空氣 2月9日至2月11日就是中等冷空氣 2月20日至2月22日就是弱冷空氣 2月28日至3月2日就是弱冷空氣 但氣障資料預計 春運期間廣州氣溫比上年同期偏高 降水量偏多了 廣東及周邊省份的氣溫 也接近上年同期偏高 降水量也偏多 據說強冷空氣的巔峰狀態已經過去 未來幾天氣溫會緩慢上升 主要南方的那種冷空氣溫 就是低溫加高濕 組合成為濕冷 一般來說 當氣溫低於10度 濕度越大 體感溫度也越低 所以這兩天 體感溫度 就是冷得好像要結冰 據說氣溫是5度 但是如果相對濕度去到7% 那體感溫度就是2度 同樣的 如果相對濕度去到100% 那體感溫度大概只有0度 很多人在研究如何化解一下這個濕冷 其實一般都是等它動完之後 自然不動 開除濕氣、電暖 其實濕度還是在 加上 有人提出冬天可以多運動 但是運動一下運動一下就變了 穿著衣服 身體是熱 但是外面又很冷 好像更糟糕了 有人說熱水浸腳 吃下打邊爐 羊肉湯 就可以讓身體暖暖 但是其實一般都是要有空 回到家才可以熱水浸腳 然後喝羊肉湯 也都是起碼回家 或者有時間坐下來吃一下 這樣才可以吃到身體暖暖 所以大部分人都是繼續這樣 冷到暖就算了 這個星期其實氣溫也是普遍比較低 星期六最低的大概9度 最高的14度 下星期普遍來說 整個星期都是比較溫暖 不過呢 就是會下一個星期的雨 由1月29號那裡 那開始去到2月5號 都是有少雨 尤其是2月5號 最低氣溫都是只有7度 最高氣溫只有15度 那變了 就是如果要買什麼 假裝些年貨 就可能這個周末就是要假裝它 下星期呢 這麼濕這麼下雨的情況之下 也不要只要去別人的年末清瘡那裡 下雨是下到2月6號 那時候星期二就說多雲 然後呢2月7、2月8號呢 又是繼續下雨咯 很多年輕人呢 抖音上面就研究 怎麼說服自己去洗澡呢 在這麼冷的天氣之下 一般來說呢 就放一個浴室版的浴霸 浴室版的暖氣 就可以順利地洗澡了 但是呢 總是有些年輕人 身體非常之好的 可以在沒有這個暖氣的情況之下 洗澡加上洗頭的 江南西子丹大街 歐家子前11號呢 就有檔食 燒鵝都挺正的 親戚拉了我去吃 挺好啊 降溫之前吃回餐 再這樣降溫下去呢 飯都沒得吃了 燒鵝呢 就是我有我味 然後燒鵝呢 也有燒鵝味 挺香的 肉也是挺硬 有少少肥膏 浸皮也是脆的 裝修風格啊 味道啊 服務啊 環境啊 其他的食客呢 都是那種比較復古的感覺 就是老排大排檔 去到呢 都是吃那個團購餐的了 就是吃個四人餐 三個人去吃了 那吃不完的 都是有打包 打包一個鉗魚 再打包另外一個 那個烏雞 藥線浸烏雞都沒吃完 那就打包了 那你是現在這個充滿了預製菜的時代 吃餐好的 真的不容易的 想吃一些新鮮的食材 就要去一些大排檔 由於樣樣菜都是別人新鮮的做出來 所以等待時間呢 有時候是可以很長的 等一個小時都有的 一般來說呢 街坊多的這個大排檔 通常就好吃些 雖然呢 有不少例外的 比如說竹溪那間 南華中 街坊非常之多 但是不要吃了 燒我都ok 人家的招牌 其他分店呢 就應該沒有他那個 南華中那間那麼伏的 韓食來說呢 如果想他上去上得特別快 很多時候呢 吃的都是預製菜 點心碗蒸一蒸 或者炒茄子 那種展開一袋 一倒就是的了 所以呢 要人家真材實料 花時間去炮製呢 就需要慢慢坐在那裡 等人家上一點 吃一點 天氣冷 等多一陣 其實前面那一碟菜 又會吹冷 不過都照吃的 現在呢 路上邊的行人 的確是少了很多 一來呢 就是很冷 出了路面呢 都是急急腳去跑 地下通道呢 就是可以慢慢走 又暖氣人多 以來呢 很多人呢 年尾 回鄉 甚至是提早去退租 有些呢 就說轉讓 他就年後 之後就換工作 簽了新的公司 舊那間呢 他就不要了 是貼錢 都要搬屋 就走路了 那間煲仔飯店呢 他就把原材料 放在門口 那裡 不需要放冰箱 他又不冷的 常溫都可以保存 你想想那些什麼料來的 臘肉臘腸 常溫就算了 雞肉 芋頭丁 銀耳羹 他都不需要冷藏 不需要冷凍 就這樣 放在門口都可以的 前一陣子呢 還在那間德興 隔山路那裡 出品呢 就是挺好的 都是挺真材實料 炒菜都是有鑊氣那種 那當然呢 等待時間都是比較長的 除非呢 直接點外賣 他通常呢 就可以 優先處理了外賣那種 上菜的時候呢 老闆也是比較隨意的 我們點的那個套餐裡面呢 就是 有燒鵝 有果果豬扒 有絲瓜 那他 上的時候 隨便上了個豉油雞 上菜心 跟他說 這個不是我們套餐裡面的東西 他才說 這樣啊 調去下一張檯 這個套餐挺划算的 還有條魚的 這個套餐就包了茶位 白飯 有糖水都有 不過呢 是貴賤原因 換成了幾支可樂 給我們 都ok的 那就是一條魚 那跟著 一份燒鵝 一例 那就是 製絲瓜 還有一條是豬扒 來的 挺正的 味道都是 比較復古那種 挺好的 那跟著 幫襯的下戶呢 就男女老少也有 年輕也有 老街坊也有 還有他所有菜的醬料呢 都是新鮮調的 他不是說 一早調好 然後用一個星期那種 那天吃的時候都挺熱的 那所以呢 如果他那些醬料配料 是替早調好的 就是一下就吃得出的了 其實這個絲瓜 就是我們那張桌子才叫 其他人呢 隨便都是炒條瓜 或者炒條菜心 那可能炒瓜比較香 條鱸魚也是 也是的 即叫呢 就是即湯 挺新鮮的 單叫呢 45元 那樣 製作時間也都是比較長 叫了之後 一個多小時才能上到 最後一條魚來的 那燒鵝呢 就是我味非常突出 非常原生態 那我覺得 幾樣東西入面 反而豬扒我比較欣賞 我脆脆脆 那樣 今集到這裡